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双核医院嘉医科及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林英卿 林医师来告诉我们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来欢迎我们的林医师 林医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定期的健康检查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请林医师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健康检查是要多久做一次 一定要每年都要做一次吗 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 年龄不同 是 做的频率就不同 那家族史或是个人的状况不同 其实做的情况也不同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肠癌这个例子 有家族史的人 他可能每年得要做一次 像大肠癌之类的检查 如果家族曾经有人 因为大肠癌而去世的 或是曾经得了大肠癌的话 那几乎就是你每年都要去检查了 就是40岁以上 基本上就需要做一次大肠镜 做了大肠镜之后 如果有发现大肠息肉 那就要每一年做检查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以三年做一次检查 所以并不一定说 一定要每一年做一次检查 那另外像血脂肪的检查 像党固醇 三酸甘油脂 这些属于抽血的检查 基本上三个月 它可能会变动一次 所以我们可能三个月 就必须要抽血 去追踪我们的血脂肪的状况 所以说不是说你这个抽血 然后就一年 然后就可以 今年就不用就OK了 安了 没错 是是 三个月就要做一次 对 健康检查 不是一个健康的保证书 它只是提醒我们 有哪些部分是需要注意的 哪些是需要定期追踪的 那什么样的健康检查 是需要一定要到大医院的 像比如说你讲的 这个血液的检查 那血液检查一般有 就是说比较小型的这种 诊所就可以了 这些诊所 也就可以了 但是大肠镜的这个部分就必须要 比如说像大肠洗肉 一般来讲好像现在几乎每个人 是不是大部分都多少会有一些吗 现在因为大家饮食习惯的 比较西化 所以肉制品或者是说吃的比较多 这个房间好多 这个吃到饱的 那这个部分都会造就 我们的大肠的负担会加重 还有烤的对不对 所以大肠的毛病 就会日渐的增加 甚至有更年轻化的这个现象 所以现在三十几岁 发现有洗肉的 或者甚至有大肠产生病变的 都还蛮多的 像我们一般通常会觉得 就是说这种定期的健康检查来说 大部分的人 我想大概都会到三十岁以后 才会开始检查 那你认为这种 全身性的这种健康检查 要从几岁就要开始了 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建议 大概四十岁以后开始 要做这种健康检查 就是全身的这种健康检查 但是看个人不同的状况 有些像现代的科技族 他们可能现在科技新贵 很多都是要熬夜 写程式 过劳的这种 对 这种过劳的这种问题 他的心血管疾病的产生 很早就会开始 所以像这样的族群 我们也会建议说 他可能从二十几岁 甚至三十岁开始 就必须定期做一些抽血 然后找寻一些相关的 危险因子去做健康促进 所以倒不一定说 一定要四十岁以上 才开始做 不过如果说年纪 一般人的话 一般正常上下班的 我们这些一般人的话 大概四十岁以后 对 没错 特殊的一些行业 对 就必须要考量 可能他特殊不同的需要 去设计不同的检查 所以我们的国舰局 也设计就是四十岁以上的成人 每三年都可以做一次 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 是 这个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 里面包括了一些什么 他因为要考虑到普及化的问题 所以很多诊所都可以做 那当然就像您说的 基本的抽血的 对 基本的抽血 还有像尿液的检查 都可以提供 甚至我们常会忽略的 其实体重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身高体重 对 他会就是关系到 我们所谓的BMI BMI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现在人大概肥胖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议题 那你如果没有去测量体重 你可能不知道 说你的体重是不是过重了 但是体重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说 它如果是异常的减轻 那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 很多人都是别人跟他讲说 你怎么最近变瘦了 才去精确到自己身体 可能产生状况 那如果说可以透过一个定期的 这样子的一个检查 那体重的这个指标 基本上也可以提供 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参考 那这种健康检查 它的真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预防的一个观念 我有很多的这个病人 基本上在健康检查当中 是预先去找到了这个危险的因子 比如说这个心脏病 心脏病的发生一定在五年前十年前 开始就会慢慢的产生 比如说血压稍微偏高 对不对 党固醇稍微偏高 你可能现在不管它 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经过了五年 经过了十年 你都不管它 就你的生活形态还是这个样子 对 你的党固醇可能就会在血管里面堆积 堆积了一段时间 它可能就会形成动脉硬化 或者是说产生血栓狭窄 那就可能产生了高血压 心脏病 甚至产生中风 或者是心肌梗塞的现象 对 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在预防这个观念 我们先提早知道 我们身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部分 可能的危险因子 对 对 好 再请这个林医师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健康检查有哪一些项目 同时其实也要告诉我们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我想去健康检查 对 但是问题是哪一些项目 就是说真正适合我的 有一些东西 因为健康检查 其实如果要真的做得很完全 整套的话 其实是蛮贵的 蛮贵的 而且需要花一些时间 甚至可能会在准备的过程 会不太舒服 对 那如何来选择 就是自己 适合自己的健康检查的一些项目 好吧 来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有哪一些项目 对 健康检查 从最基本的到 就是比较完整的 其实要看设备 要看设备 一般来讲 健康检查 从基本的这些检查 到生命真相 就像血压 心跳 这些都叫生命真相 那像体温这些都是 那到我们一般的 所谓外观的理学检查 比如说医生看你的外观 你是过胖 过瘦 眼睛有没有这个 这个黄黄的现象 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这个质 或者是说一些皮肤的一些表现 这些都是属于 医师外观的一个检查 OK 那再来就是像眼科的检查 有没有眼压过高 有没有一些 这个视力下降的问题 听力的检查 那另外像尿液的检查 它有没有尿蛋白 有没有一些尿糖的这个现象 就怕有糖尿病 对对对 分辨的检查 再看有没有一些 像寄生虫 或者像现在最常做的 这个分辨检查 就是里面有没有前血反应 有前血反应 就必须要进一步的 做这个大肠癌的评估 如果说前血反应 一再的产生 就必须要做大肠镜 来看看是不是有 这个大肠癌 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血液就很多了 血液的话基本上 包含了包括一些血球 我们有没有贫血 是 红血球 白血球 像很多人 这个抽血 发现它的白血球偏高 它可能是属于一种 白血病的这个问题 都可以从血液检查 里面去发现 或是肝脏的 是 这些功能 对 肝脏的功能 肾脏的功能 这些内脏的功能 也是可以透过一些 血液里面 血液也有 不过它是比较属于 生化的一个检查 OK 所以说也可以看肾脏跟肝脏 有些人在抽血的时候 他发现说 他的这个肾脏的这个 尿毒指数比较高 就基酸肝比较高 那这种就必须赶快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 免得肾脏的功能 一再的恶化 到了这个需要洗肾的 这个情况 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肝脏的功能也是一样 那其他还有一些 像我们的一些 内风湿的检查 一些米肝 吸肝 这方面的一些检查 以及就是 癌症的筛检 因为我们常会想说 要这个并不是 每一个的地方 每一个诊所都可以 拍电脑断层 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做胃镜 所以如果说 有一些指标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是不是有一些 癌症的一些危险 那透过血液的检查里面 可以去做一些 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 癌症的筛检 这个可以透过 就是血液的吗 对 像肝癌 胎儿蛋白 是 像大肠癌的CEA 我们的卵巢癌 一个CEA125 另外男生的舍户腺癌 这个PSA 都是可以从这个 先从验血 看看有没有异常 然后再来去 再做进一步的 影像的检查 对 那再来就是 现在很关心的 心血管的检查 那这个部分呢 从最基本的 我们刚说代谢症候群 到这个血管的检查 以及到现在 在大院里面 都有所谓的 心脏的这个 立体电脑断层检查 这个部分呢 都是属于心脏血管的检查 那再来我们的骨头 也可以透过 我们的骨质密度 包括我们的这个 脚踝的超音波 或者是全身的 这个腰椎 大腿骨 全身的骨质密度 去做相关的检查 那这个部分呢 跟骨头的健康度 很有关系 是 其实这个是大家最忽略的 因为在里面嘛 对 骨质不好 大家常觉得腰酸被痛 可是实际上是 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是 肺功能的一个检查 放射线的检查就相当的多 包括一般的X光 到电脑断层 到乳房摄影 到核磁共振扫描 甚至像现在的 这种正直摄影 都是属于 跟放射线有关的一些检查 那胃肠道的部分呢 大家关心的是 胃癌大肠癌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也是在身体里面 对 所以呢 很多人都说 那我做超音波 可不可以看得到胃 可以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基本上 胃跟肠 它都是一个中空的器官 所以一定要照胃镜 所以一定要有内视镜进去看 所以胃呢 就要用胃镜从上面进去 大肠要从这个肛门这边进去 大肠镜 所以这个部分的检查呢 就一定得要靠一些 胃镜肠镜的一个检查 所以大致上 所有的这个健康检查的 所有的项目 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些 那大家看各自的需要 来做一个检查这样子 那我们看各自的需要来讲 就是说 我们是属于 比如说有 要看遗传吗 就是你如果家族病史的话 你要特别针对这个 去特别做一些 比较精密的检查 是不是这样 我们通常在健康检查的选择 其实要根据一些 不同的状况 比如说你年轻跟年纪大 选的项目一定不一样 是 对不对 那有家族史 没有家族史 有什么样的家族史 选择这个项目也会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个人的生活状况 一个劳工 还有一个办公室的办公屋 这个可能他们的选择的项目 也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罹患的疾病风险 就会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建议 就是需要健康检查的时候 还是要找医师 稍微做个讨论 看看你需要哪些的 这个检查的项目 免得花了钱 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对 然后等到就是你没检查的部分 反而他出了毛病 对 所以说我们要再去做这个健康检查之前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 征询我们的家庭医师 家庭医师 家庭医师 然后问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差不多的生理状况 由他来帮你们 就帮我们来讲说 差不多你应该先做哪一些 对 所以说健康检查 它就是一种筛检的概念 先找出你可能 是需要哪些的检查项目 然后检查出来 有问题的 再进一步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这边请教一下林医师 就是如果我们去健康检查出来 这些指数是属于异常的 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身体 就出了问题了呢 健康检查的结果 它是反映身体的一个状况 有时候是短暂的 有时候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因素造成的 比如说 如果说 比如说 刚做的决疫检查里面的白血球 稍微偏低一点点 那可能在报告里面 会修出红字 很多人看到报告红字 就一大堆就很紧张 实际上面有些红字 它是短暂的 刚刚说过 比如说 它因为要准备大肠镜 要清肠 要灌肠 然后呢 可能一两天都没有吃得很好 甚至为了要检查 会紧张 也没有睡得很好 所以白血球会稍微偏低一点点 这个是属于正常性的偏低 那一般来讲 对于这种正常性的偏低 我们大概就不用特别去 做太多的处理 但是如果说 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些 这个异常的项目 就必须要很 这个严肃的去面对它 比如说血糖过高了 可能是糖尿病的问题 胆固醇过高 而且高到一个程度 造成了可能 在冠状动脉 或者是血管的弹性 有影响的时候呢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 后续的心血管 或者是脑血管的一些风险 这个部分就必须要 特别的去做注意 那如果像做胃镜或大肠镜 发现了异常的一些席肉 那做切片的结果 如果说有一些比较 就是进化度比较高的 这些席肉 就必须要再安排一些时间 就是做整体的一个 这个切除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是不是 是不是只要有席肉 就要全部把它切除 也不尽然 因为有很多医生说 其实如果它没有变化的话 其实就放着不管 对 追踪就可以 甚至有些可能在两三年后 它会没有 它那个增生性席肉 就看不到了 对 所以一般来讲 席肉在发现的时候 医生都会做 一般所谓的切片 切片去看看 那个病理的组织 是属于怎么样的组织 所以如果是属于良性的 一般就会不处理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像 现在目前很多人 拍肺部的X光 或者是胸部的断层 肺部的断层 会发现一些 这个肺部的一些结结 这些结结基本上 就是必须要去追踪的 因为有时候结结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或许它会变成 会长大 甚至变成是癌症的一个现象 所以像这些结结 就必须要 就是很注意的 定期再做一个回诊 而不是说 很多人都报告拿了之后 看一看 然后就放在旁边 就没有去理他了 这样就很危险 要检查的时候就很担心 是 检查出来要看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 要被宣判死心的感觉 所以其实很多人 就像我自己本身也一样 就是以前我就 很不喜欢做健康检查 因为我觉得 你要去检查 就已经要花一些时间 花一些金钱 然后等到检查完以后 要被宣判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一判没事就觉得 哇 好高兴 那可能就 一判没事 大概也就三五年 就忘了 就不会再想去检查 其实人是会 到了一个年纪 越来越大以后 会越来越担心 所以说年纪越大以后 才会开始慢慢 才会想到 对 这些健康检查 那有一个问题 是想请问 就是说 比如说像这些健康检查 一般像照胃镜 或是照大肠镜 这些东西 就是说 让你的身体会很不舒服 对不对 那有一些的方式 是可以让你睡着了 对 的方式 让你这样检查 那如果属于真的 年纪比较大的 这些老人家们 可能他超过了 七十岁的这些老人家们 可以 就是说也建议他们 也是可以睡着吗 一般在临床上 这种就是 无痛大肠镜的检查 这是透过了 就是麻醉医师 评估之后 那用一个比较属于浅度 到中度的一个麻醉 让人在睡着的情况之下 去进行大肠镜的检查 那七十岁是一个 刚好是一个临界点 一般来讲七十岁以上 麻醉科医师 他都会去评估 有些其实七十岁以上 他的健康度还很好 有些可能没有特别的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这些的状况 那还是可以做 所以这个麻醉这个部分 在医院里面 都会有麻醉医师 在麻醉之前 他会做一个 所谓的麻醉咨询 如果可以的话 他才会去进行这个部分 那如果真的不可以的话 很多人就不敢去 因为那个真的是很不舒服 如果说在你醒着的时候 对不对 像尤其在台湾来讲 就是前一阵的新闻 还在讲说 就是说台湾在乳癌的发生率 在亚洲已经变成第二了 对不对 第一名是新加坡 第二名就是台湾 那其实当然是因为 饮食的西化的关系 有很多的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去检查 就乳房检查 第一个碍于 有些人不好意思 再来就是 乳房X光检查很痛 对 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为什么 你看乳癌 发生率这么高 再来大肠癌 发生率这么高 因为这个两个都是 很不舒服的 让你身体很不舒服的 大家就不愿意去 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吗 除了这当然就可以无痛的 可是如果这个人 他又不能无痛的话 怎么办 对 基本上现在目前 针对大肠癌的一个筛检 会先从第一步 就是最简单的着手 那就是所谓的 糞便的前血反应 糞便前血反应 它是一个指标 如果糞便前血反应 产生了就是阳性的这个现象 而且第二次复检 也还是一样高 而找不出来 有其他的这个危险因素的话 那才会建议做大肠癌 所以基本上 可以透过这个 就是很简便的 又不很花钱 也不会不舒服的方式 那就是自己采自己的样 放进去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健康检查 其实我们忽略到一点 一个自我症状的 这个自觉症状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常常都会想说 把健康交给医生 其实健康呢 最主要还是在自己 自己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 比如说体重有没有下降 自己有没有一些自觉的症状 比如说你的大便习惯改变了 这个其实就是大肠癌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一个增兆 所以当你的大便习惯 有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去想到这个问题 所谓的改变是什么 是变密吗 还是时间一天本来一次 对本来一天一次 变一天好多次 那有时候就拉肚子 有时候是变密 那甚至有时候变 大便会有一些黑黑的 这些状况 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 就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 没有突然改变的话 是 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生活习惯 或是一些压力 所以造成的当下的改变 可是如果说习惯了以后 变得又正常了也就还好 是 那另外像乳房的这个部分 一般我们除了超音波检查 或是摄影 这样的一个检查之外 其实自我检查也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是因为自我检查 发现了一些硬块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 这个乳房超音波 还有摄影 来做这个 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诊断 可是这个就是说你自我发现 现在就是在讲说 你自我发现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第二期了 就是比较 会比较大一点点的一个总块 所以说 这个我们现在是 40岁以上可以做这个乳房摄影 做乳房摄影 确实是会比较不舒服 对啊 但是这个部分在目前 好像没有技术上面可以去克服 不然就是要自费去做乳房超音波 但是超音波也并不是一个 一个最好的一个诊断工具 不是吗 对 因为在年轻的这个 年轻的这个族群 超音波它或许是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可是如果超过了大概45岁以后 我们的乳房产生比较多的纤维化 其实会比较不容易分辨 所以 就是纤维它也认为是有病变的意思 对 或者是说有些概化 它其实超音波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超音波跟乳房摄影 两个应该是要搭配着一起来做诊断的 对女生来讲真的很困扰 因为超音波 超音波蛮贵的对不对 做乳房超音波 其实它不贵 贵在就是说那个技术 技术还有就是大部分都会想说 要有女性的技术员 或者是女医师来执行 是这个部分比较困难 是这样子 对 OK 但是为了自我的健康 对 花一点金钱 花一点时间 然后忍耐一下 其实乳房超音波 在费用上面来讲 大概一千块左右 不会太贵 这么便宜 不会太贵 对 不会太贵 那乳房除了这两样 就没有别的 就是别的 比如说什么核磁共振这种 有 到就是核磁共振扫描 现在目前还有3D的 就是立体的这个乳房 特别针对乳房做的这个三度空间的这种核磁共振扫描 它没有辐射线 那就是它的这个立体定位也比较的清楚 不过它的费用就特别高 它将近快一万五千块以上 所以像这种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一个检查 所以针对这个我们说筛检的意义就是说能够大量的做 对 一般人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的 对 像这样的状况来讲 还是以就是超音波跟乳房摄影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再像比如说医生讲的 就是超过40岁以后 三年就可以有一个成人健康检查 成人的这个健康检查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包括就是男生的摄护线的这种检查吗 还没有 还没有 那所以说因为现在有的就是一般年纪到了 那个这个摄护线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男性的这摄护线癌现在也开始逐年的 觉得好像人开始越来越多了 那这个是要单独的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是因为每个男生年纪老了以后 都会就是对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都要这个是男生一定要包含在里面的吗 就是你健康检查的话 还是说摄护线的东西会有遗传吗 摄护线的遗传目前不是很明显 但是超过40岁以后 大概男生的摄护线会逐年的增大 大概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很大 有些人到50岁就已经比较肥大 有些到60岁可能还没有肥大到相当的程度 但是基本上超过40岁以后 摄护线是都会慢慢慢慢的长大的 基本上都会的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摄护线癌的这个部分越来越多 当然跟人口的老化也有关系 现在能慢慢比较长寿 活得越来越长了 对 很长寿 所以以前可能都还没到那个年纪 对 所以长不出癌症出来 对 现在就是比较 大概平均年龄比较高 所以可能这方面的疾病会比较多 不过还好 摄护线肥大做超音波 可以很就是立即的做一个评估 另外血液里面有一个项目 刚刚说过的癌症筛检里面 有一个叫做PSA 这个检查基本上是相当准确的 当这个指数 只要抽个血 这指数超过一定的正常值的时候 就可能有摄护线肥大的问题 如果说超过了好几倍以上 就可能有摄护线癌的危险 那时候就必须要进一步的 可能做摄护线的切片 所以基本上摄护线的检查 是男生在40岁以后 可能开始需要去注意的一点 先开始验血 对 验血 然后注意他 你刚刚讲的那个是 那个英文叫什么 叫PSA PSA 对 PSA 就是加强这一项 对 加强这一项的检查 然后看他正不正常 是 然后不正常之后再说 对 对不对 再去 没错 仔细的检查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继续回来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 这边再请教一下林医师 对女生来讲 当然就是乳癌是很恐怖的 我们当然要定期的去做健康检查 那接下来的检查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是这个子宫颈癌 对 子宫颈癌的这个检查 应该是要多久做一次呢 子宫颈的抹片 它是建议一年检查一次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异常的细胞变化的时候 它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 就必须再重新再抹片一次 最终它的细胞的这个变化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是以一年当做一个基准点 所以一般的这个子宫颈抹片 我们建议一年做一次 是 因为像之前呢 我有听过就是说 一个医生 他当然有一个案例是说 他说希望说 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他说可以的话 当然就是半年检查一次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发现就是说 因为这个子宫颈的这个癌症 它是属于 因为有一个是属于 那个人类乳突病毒的这个传染 因为他们的病变非常快 他有一个案例就是 三个月就长出一个瘤了 就变成就是 它本来是没有的 然后三个月以后就长出来了 那就 他说就是那个速度快到 他觉得好像一年检查一次 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够 那这种观念会不会是矫枉过正 还是你觉得说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 因为子宫颈抹片检查现在也是属于免费的嘛 对不对 对 这个部分基本上跟所谓的高危险群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我们做子宫一般的一般正常 然后没有特别的高危险因素的情况之下 一年做一次其实在学理上面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说您刚提到的可能 它是可能是特殊的这个肿块 或者是说特殊的一些某些细胞 其实在不只在子宫颈 在肺部的部分 肺部的部分一些肺腺癌 那在乳房的部分也有一些 就是分化很快的这种乳癌 基本上有时候你一年做一次都来不及 对 它有时候三个月就长出来了 所以像这种状况就是必须要特别安排 在频率更高的一个检查 那像如果说在子宫颈的部分 如果我们做人类乳突病毒 是属于阳性的一个反应的话 代表说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 那细胞的病变就机率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可能 就像您说的可能半年 甚至有些三个月就要做一次 这个抹片的一个追踪 做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这个必须要根据不同的一个情况 去做设计 也不宜说每一个人就因为这样子 而都缩长到三个月或半年 做一次这样子 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想一想害怕 然后你其实在某部分 也会浪费一些医疗的资源 对 好 那这个是在子宫颈的方面 那如果子宫切掉的话 还需要再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吗 一般来讲是不需要 因为通常子宫全切除的话 大部分连子宫颈细胞都会一起处理 但是如果只是做的是肌瘤的切除术 或者是子宫的次全切除术 就是等于说不是整个子宫拿掉的 就还留一个 那可能子宫颈还在 那可能还是必须要做抹片的检查 所以那个就是要问医生 对 那个状况基本上就必须看你做的手术 是属于哪一类的这样的这个部分 那子宫颈的抹片 当然有两种 有一种就是基本的抹片 有一种叫晶片 是不是 就是一派薄层抹片 对 就是说都要两个都要做吗 一个因为一个是有健保脊腹的 对 一个是没有健保脊腹的 那是如果说当然你觉得不安心的话 还是什么 是不是要自费 大概花个一千多块 对 然后再做 是不是它的精确度是更精确的呢 基本上传统的一般的抹片 就是健保所给付这个抹片 就已经相当的准确 是 因为现代人总是想说 在准确之外 在追求更准确 它可能只有5%的一个差距 大家也觉得说很care这样子 如果说一般传统的 可以到90% 那有些人可能他想说 他到95% 那再多花一点钱 去做液态剥成抹片 那两个的差别 其实就是传统 他就是在医生採检之后 是抹到剥片上面 然后让病理科医师去看那个片 那自己付费的这个部分是 采集好的抹片 直接丢给电脑 电脑他去把它做成一个 液态的剥成的一个片子 这样就不会有人为 刷片子的时候的一个移动 所以这一个部分是 大概差别在这个一个地方 是是是是 因为曾经有过 就是有一批 大概抹片的那个人为的因素 而没有弄到 然后结果中间有人因为这样 对 而就是其实他应该 如果检查出来是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照正常的一个步骤 去做的话是不会的 那请问一下呢 就如果我们今天 已经跟医院约好了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健康检查 那如果突然之间感冒了 那这些会影响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跟医生说 那我们要取消好了还是怎么样 感冒会影响健康检查的结果吗 一般的小感冒是不会 但是如果有发烧的这个情况的话 它就影响到一些血液的素质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 就是先暂缓这个健康检查 那一般医院都还是有一个 取消的一个机制 不会说你明明就是 已经身体不舒服了 还硬牙你一定要来做健康检查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是 有一个弹性度的 所以一般来讲大概 如果有肠胃道不舒服 或者是说有发烧 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会不建议 可是还是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 对对对 甚至有些就是来做体检的时候 那血压很高 就是有些可能到医院会很紧张 它可能就高到 突然高了 对对一百六一百八 这时候可能连做胃镜 或者大肠镜 这些比较侵入性的检查 甚至他要做电脑断 他都会很紧张 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都会在 就是先暂缓这样的一个检查 因为毕竟健康检查就是 为了健康去做的检查 不能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一些危险 是 所以这很多人不敢去 健康检查的原因就是 就是在这里 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健康检查 除了我们讲的那几项 是真的就是比较侵入性的 因为你照胃镜的时候 就会想 有一个东西在你喉咙 就会想好吐 可是那个时间很短 三分钟而已 对非常短 然后那当然这大肠镜的部分 是真的特别的不舒服 其实其他的都还算是 真的是蛮轻松的 其实大肠镜在以前 没有这个无痛麻醉的这个时候 其实也是做了好几十年 做了好几十年 那时候就是虽然不舒服 可是还是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是 就是针对这个部分 有发展出这个麻 这个无痛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 算是让检查变得比较舒适的 因为以前所有的检查里面 大概这一项是最不舒服的 其他像抽血 或是一些像粪便尿液的检查 或是一般的X光 电脑断层 基本上都不太会有不舒服的 这种状况 那个都很舒服 不过因为现在环境改变了 很多人就怕痛 怕不舒服 然后就是大家会这样 一直想这些 让你更舒服的状况 就是说希望能够吸引你 来做健康检查 然后能够提早发现 你就能够提早治疗 对 最主要就是提早发现一些问题 那提早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健康促进 生活习惯的改变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在你改变之后 你再去追踪的时候 它会改善 所以就是说我们常说 这个健检查 它只是第一关的成绩单 后面的成绩单 就要看你怎么样去 把它做改善 是 其实你检查出来之后 其实医生也会建议你 对 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 或吃的方面 稍微能够怎么样调整 其实你也有一个方向 因为不然就有时候 听到这个说那个好 那个说这个好 然后自己就瞎吃一通 然后结果反而 其实对身体不是健康的 对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 他就是常常有头痛的毛病 他会觉得他的脑袋里面 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 所以想去照照脑波 那这些健康检查里面 有包含照脑波的这些部分吗 脑波一般来讲 在健康检查 并不是一个 就是一定要做的项目 它是比较处于选择性的 可以选择的 对 就像您说的 他常常头痛 他可能选择做一个脑波 但是通常头痛 从脑波里面去发现问题的 其实不多 不多 对 那大部分就是 还是跟我们的血液 比如说血脂肪 有没有过高 有没有一些偏头痛的 这方面的状况 一些血管的状况 是比较有相关的 是 那当然很少数是 就是一些 一些小中风 或者是说 一些血块 可以感觉 对 从脑波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个部分 可能从断层里面去看得到 断层 对 要从断层去看得到 对 所以头痛的部分 基本上 就是已经是一个症状了 其实有一个症状的话 基本上 不一定要从健康检查 其实从门诊 就可以来做这个检查 是 对 所以我们常说 就是有症状的时候 代表就是说 你可以到门诊 去找医生来做相关的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如果说是 自己想对自己的健康 做一些了解 那是做健康检查 是 所以你对于自己的健康 多做了解 你做了健康检查的话 其实有一些选项 这些选项 其实如果你没有 常年的头痛问题 其实脑波这一个 也可以先 也不需要做 也可以把它去掉 对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 整理一下 也还蛮清楚的 男生就是 40岁以上的男生 因为一般健康检查 也要40岁 40岁以上的男生 做这些健康检查的话 就是 普通的抽血 对 他是一定会帮你检查的 那你如果觉得 你有些常常 应酬 熬夜 对 喝酒的朋友 对 是不是在肝功能的 肝脏的部分 你要特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摄物线的问题 对 摄物线这个问题 就一定 也是要加在里面的 那再来其他的 其实就是 比如说抽烟室的话 肺部的部分 肺部的部分 再来就是你看你家族的这些 遗传是一些什么 如果有这个高血压 或是那这些可能在心血管的 对 这些方面就要加强 对 就加强一下就好了 对 就是根据这些项目 再去做这个一些特别项目的选择 那男生跟女生有分别吗 是女生比男生更需要健康检查 还是男生比女生更需要 还是一样都需要 一样都需要 只是他选择的项目会不太相同 因为女生可能在 就是一些相关的 我们的生理过程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男生不可能去检查卵巢 检查子宫 女生也不可能去检查摄护线 所以说器官不同 当然就有不同的一些选择 那在年龄的部分 其实像女性本身 会面临到的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更年期的问题 更年期的附近 会产生相当多的一些 生理的心理上面的一些变化 所以他在这个时期 所需要做的健康检查 可能会比男生来得多 所以大概在这个时期 会有不一样 那另外在女生的部分 可能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个结婚生小孩 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婚前健康检查 其实也是女生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检查 那可能可以从血液里面去看 有没有地中海型贫血 有没有一些残痘症 或者是说有一些像V干 或者是说一些相关的 这些传染病的这个部分 这跟遗传会有相关的 这个部分可以从婚前健康检查里面 去事先先得到这样的资讯 所以就变成女孩子要检查的项目 会比较多 不是因为男生比较重要 或是女生比较重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赶快再来请教一下林主任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检查癌症 其实因为大家都闻癌色变 很怕自己得了癌症 那癌症的检查是抽血 就可以 就是说一般之前有讲什么一滴血 然后检查 然后是什么样的指数 过高了你可能就有癌症的因子 是这样子的吗 真正的健康检查在癌症的这个部分 是 癌症是现在大家最害怕的一个疾病 那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找出 能够越早发现癌症的这个指标 就是现在目前科学家 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那大概延迟而产生了很多 就是血液里面 看是不是可以抽一滴血 可以做很多很多癌症的这个筛检 不过到目前为止 就是科学证实比较有意义的 有用的这个检查项目 毕竟还是只有大概五六项 包括我们刚刚说过的肝癌指标 大肠癌的指标 还有就是软超癌 还有社户腺癌 这几个指标是比较有这个意义的 所以有意义就是说 你验出来有异常 它真的可能有癌症的几率是比较高 这叫做有意义的 那其他的很多的一些项目呢 就是可能它的伪扬性太高 那伪扬性太高就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你明明是没有 可是我跟你验出来说 好像有异常 那你会不会紧张 会有 那心理上面会真的不舒服 对 你可能会逛好多家医院去证实说 我确实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逛好多家医院之后 他医生跟你讲说没有问题 你心里还是觉得说 搞不好有问题 你们没有检查出来 对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会造成很多人的心理上的困扰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 那所以说血液的部分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缺点 那影像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证据 比如说腹部超音波吗 对 像肝癌的部分 一些大概一公分左右的肝脏的异常 可能可以从超音波上面去看得到 那这个乳房的部分 有一些纤维囊肿 或者是比较异样的一些节节 也可以从超音波上面去看得到 对 那肺部的一个肿瘤 从当然比较大X光看得到 但是如果说刚开始 比较分化比较小的 这个肺部的一个癌细胞 可能可以从肺部的断层 去看得出来 那个叫做断层的词 对 对 对 那现在目前的肺部断层 其实是一个很低剂量 它大概只有照两张X光片 这样的一个剂量 是属于低剂量的 一般人又怕辐射的问题 对 对 对 其实它的剂量 辐射剂量现在目前是很小 那目前也是证实说 它是早期诊断肺癌最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都不太用X光 说你有没有癌症 有没有肺癌 而是用肺部的断层去做检查 更精准 对 对 对 X光比较其实 没有那么精准 没有那么精准 运气好的话 对 对 对 长得比较看得很清楚的地方 对 对 对 那所以从影像里面去看一些 因为癌症病是一个结构的改变 所以我们从影像上去看 基本上会是比较好侦测到的 所以透过超音波也好 透过X光也好 或是透过断层也好 射影 乳房射影 这些后来就是胃镜跟大肠镜 这些都是可以去早期侦测出 有没有一些构造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癌症的检查的部分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 就是要比较全面性的 你可能就是一般的 刚刚说抽血的可以做 但是影像的部分 也是要搭配的去做 这样子会比较安心 是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属于肺的这个部分 以前常常听到肺癌肺癌 抽烟的人可能都会得肺癌 可是现在发现有很多不抽烟的 或是怎么讲 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好的 这些朋友有很多也得了肺癌 而且肺癌跟肺腺癌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肺癌好像又拖了一段时间 很多人是这样 但是现在只要听到说 那个人得了肺腺癌 很快就走了 这到底是有分别吗 有 那个肺癌 它是一个中关性的名称 肺癌里面就会有所谓的肺腺癌 它可能就是肺部的腺体 长出来的癌症 那有可能是小细胞癌 就是那个肺部里面的一些细胞 它是属于小细胞 分化出来的一个癌症 有一个是大细胞癌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这个部分 都统称叫肺癌 对 那肺腺癌 基本上跟抽烟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抽烟跟一些小细胞癌 一些可能就有些相关 所以很多人会说 我都没有抽烟 为什么会得到肺癌 不能接受 那其实就是某些的肺癌 某一类的肺癌 是跟抽烟是有相关的 但某一类是没有的 是 对 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 还是从这个戒烟这个部分 是可以预防某些的肺癌 这个还是有用的 那现在有医学 就是说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 那必定要做什么事 或必定要吃什么 比较不容易得到肺腺癌吗 因为肺腺癌 听起来我觉得很猛 很凶猛的一个癌症 到目前为止 倒没有说 吃什么东西 会比较可以避免 或是说 比较不要去什么 有可能公车比较多的地方 或是走在路上 一定要戴口罩 什么的 污染的问题 或是什么 真正造成肺腺癌 到底是什么原因 现在医学界有 目前倒还没有 特别的一个 就是研究说 哪一种危险因素 是跟肺腺癌 有直接的关系 对 所以现在还是 比较属于 对 还是比较属于 广泛性的做一些预防 所以说像空气污染 抽烟 就是像运动 有没有一个规律的运动 其实有些都会有影响 因为他们说 就是说运动 其实第一个 你还要选对地方 对 就很多人其实都在路边 然后骑脚踏车 对 那空气不好 那个比你那不运动更糟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家庭主妇 我们要炒菜 对 油烟的部分 常常炒菜的那些油烟 也非常恐怖 这些都是对于肺癌 对 其实都是一些 影响的因素 那特别是 我们台湾的这个 烹饪的习惯 就是比较喜欢煎 炸 大火快炒 所以它产生的油烟 对 会比 会比这个欧美 这种他们用的 这个烹煮的方式 会比较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以后 我们在这一块的 这个部分 可能需要去做一些 相关的一些改变 那戴口罩有用吗 戴口罩会有一些的帮助 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煮菜还要再 煮菜已经够热了 还要再戴个口罩 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应该看这个部分 怎么样去做改良 是 是 是 就是我们烹调的方式改变 对 尽量改变 然后在家就是用蒸的 煮的呀 对 或是烫一下 对 或是好的抽油烟机 这个部分都必须要做 或是干脆吃生的 对 生食对生食也非常好 好 来 节目的最后 我们请黎医师 来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一些建议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每年的定期健康检查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健康是要从检查开始 因为没有检查就不知道 我们自己的健康 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根据我们不同的 这个身体的状况 我们这个不同的年纪 那在不同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常常跟 我们的这个家庭医师 就是做讨论 那定期的为自己 安排适当的健康检查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健康呢 一定可以逐步的加分 到健康满分的一个状况 是 人家说这个 有钱难买早知道 现在让你不用钱 也可以买到早知道 你赶快去做健康检查吧 好 谢谢我们的林医师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活的人间 我们下次见 拜拜